大家好,記住月頭join Patreon,吃光整個月最好 這個月有三次專屬直播 包括今晚,今晚12時,車路士對利物浦 去到1月15日又有早場8時,曼城對車路士 1月23日晚上10時,車路士對熱詞 記得加入做會員 我們今天就講阿仙奴對曼城賽後平 長波有做Patreon的獨家預測 我是說如果阿仙奴正選陣容出4231有奧迪加特 這個曼城就是會贏 結果曼城都贏了1比2 不過我會說我今次的預測其實錯了 因為曼城是贏的方法並不是跟隨著我的沙盤推演 以及球證的判決的確是相當有問題 如果曼城要贏得有說服力的話 是要像我的沙盤推演這樣 要拿到場賽事的控制權 要控制到比賽的大局和節奏 放大到阿仙奴4231收縮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問題 然後在面對密集當中取得個勝利 但是我們一開始就看到比賽品中並非如此 而是阿仙奴做到很不錯的全場壓迫 令賽事變成來回高速球 而且是針對攻 跟著阿仙奴就贏到行軍的速度 阿仙奴打出來的快攻和反擊 就遠遠比曼城來得有威脅 30分鐘入球就看到阿仙奴贏了行軍速度 這個曼城後防球員回來的步伐是跟不上 所以是沒有防守中場保護後防線 艾基要一人對著兩個 而是free了這個沙卡出現空位去射球入球 這個入球也是全場三個入球當中 最有說服力也最清脆利落 阿仙奴拿到上半場這麼大的優勢 是因為他們做了很不錯的全場壓迫 每逢之前阿仙奴打大戰 而我是做賽前預測 我都不停建議 阿仙奴真的要利用今季的青春風暴 和體能的優勢 去做全場壓迫才會有優勢 之前好幾場阿仙奴打大戰當中 他們所做的壓迫都比想像中少得多 但今天就足夠了 今天阿仙奴整個心態都是準備 和你含含含跑來跑去 他們的守門員上半場 都故意不停大腳踢高球上去 免得短傳後場拆球拖慢 盡量不停踢上去搶第一點 去加速比賽節奏 而且一直壓迫去到 上半場的40分鐘才收手入更衣室 所以上半場一直到40分鐘 阿仙奴都有優勢 以往阿仙奴上半場一領先之後 會立即縮後 立即收縮 然後立即暴露4231 收縮兩個防守中場問題 上半場就被人追成平手 萬聯對阿仙奴那場球 我已經批評過阿仙奴這種心態的問題 不夠膽識去壓迫 但今天30分鐘領先之後 阿仙奴依然能夠保持膽量去壓迫 壓到40分鐘才收手 這樣就沒得被曼城上半場追回 阿仙奴終於做到我們希望他們做到的事情 這方面我們也必須要稱讚 阿仙奴今天有膽識去做壓迫 這一份壓迫比以往任何大戰都更加重要 因為曼城是全英超控球在腳最好的球隊 如果阿仙奴用4231收縮的話 不夠防守中場的問題 就會比以往的大戰收縮都來得更加有危險性 變了你必須要透過壓迫 將賽事變成來回高速球 再撞著曼城其實都是出4231 4231對4231互相壓迫 即是打個針對攻出來的來回高速球 大家都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這樣阿仙奴就可以抵消自己也不夠防守中場的問題 阿仙奴就可以利用速度去獲得優勢 30分鐘入球領先上半場 看完上半場之後 的確會覺得阿仙奴是比較有機會笑到最後贏到場 阿仙奴之所以能夠上半場這麼好 是因為他們比曼城有多4天的休息時間 而產生出來的體能優勢 還要比我預期中大得多 以往阿仙奴有青春風暴有體能優勢都很少壓迫 加上曼城之前對賓福特其實都保留了很多體能 所以我的預測本來就沒有想到阿仙奴可以利用壓迫 是接近完全避免到自己4231收縮的這個弱點 但是原來他們做到壓迫也很有膽識去壓迫 體能有極大優勢 真的可以完全避免到4231收縮的時間 一互相壓迫也變得好著數 而曼城方面甚至乎是沒有準備到今天打個來回高速球 我想曼城都知道自己的體能是差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是想今天不停控制比賽節奏 但阿仙奴今天的壓迫力是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所以就破壞到曼城的後場猜球 曼城都始料不及 未夠心理準備和阿仙奴打來回高速球 所以曼城就踢得不夠緊密 輸了個優勢給阿仙奴 大家記住 凡是見到4231對4231 我們就要看到底哪一邊有多點的控球權 去逼到對方的收縮 這樣的話 控球多點那邊就很大機會贏 但如果大家的控球率差不多 即是大家都互相壓迫 甚至來回高速球針對攻的話 就看看哪一邊的級數高些 或者哪一邊的體能優勢大些 我們去計算到底那個級數的差距大些 還是體能的差距大些 這就是我的足球理論 最近越來越多兄弟跟我說 已經懂得用我賀Wing足球理論去看球 不過去到跟朋友聊天 要向同朋友解釋的時候 那些朋友就未必聽得明白我的足球理論 結果發現都是要結合數據和歷史去解釋 那些朋友才會容易去明白到 這個球探體育比分APP就幫到大家了 除了會有各項賽事的歷史數據之外 亦都有世界各地聯賽的直播比數 比賽動態都有 而且比賽過程當中還會透過大數據分析 去為大家計算未來賽果的概率統計 這個APP亦都擁有自己的分析團隊 每天都會有足球和籃球的專業分析 所以大家要記得去到info box 或者下面的留言找回連結 click進去下載用 另外阿仙奴今天有球員 打得相當之好 那他就是馬天尼利 好幾球球 他上半場做超級連結人打過 反擊衝上來 展現到很大的威脅力 有時交球有時自己射 還有就是9分鐘那天要讚他 拿個高球下來拿得相當之漂亮 是完全沒有浪費時間 但一拿就立即可以向前推 所以這個快攻打得相當之快 跟著就出現到奧迪加特衝入禁區的場面 跟著我們就會進入今天的評論 這個部分 關於球證的判決 亦都是大家討論得最熱烈的部分 亦都是最瘋狂和最荒謬的部分 之前的英超大戰熱刺對利物浦判決的尺度不一致 紅牌事件的誕生 已經算是今季英超來講 判決得很差的賽事 但原來低處還未算低 今天更加頑皮 就是9分鐘那一刻了 奧迪加特衝入禁區 守門員艾達神衝出來 產生接觸 主球證沒有表示是12碼 之後就判了角球 跟著直播畫面交代 VR是有看的 但看完就維持原判 都是角球 沒有12碼 判角球這裡 其實已經是錯的 因為最後接觸皮球的人 是奧迪加特 所以如果看完電視 都覺得是沒有犯規的話 應該要叫主球證 改判龍門球 但是 是判角球 即是說 看完電視都認為 最後接觸皮球出界的人 是艾達神 雖然有兩個攝影角度 是好似拍到艾達神 踢到球 但是 只是好似 而不是可以清楚確定到 不過 就有第三個攝影角度 是清楚拍到 艾達神是踢不到球 他反而 是踢到奧迪加特的腳 再隔山打牛 把球踢出界 即是艾達神 首先踢到奧迪加特 再反撞球 再出界 即是說 是踢到腳 踢到腳 先 甚至根本碰不到球 一定是12碼 只要你看了第三個攝影角度 就可以完全推翻頭兩個角度 而這個VR 沒有給12碼的唯一解釋 就是他們沒有看到第三個角度 他們只是看了頭兩個攝影角度 看到是艾達神好像踢到球的那兩個角度 那就判了 我真是想問 不是應該要看完所有的角度 有多少角度 看多少角度 看完它 才判的嗎 你看點不看點 你也就是說 你完全未能夠認清到真實 怎麼判決啊 而且他們看了兩個攝影角度 拍到艾達神好像踢到球的角度 就應該要叫主球證改判龍盤球 但是VR是沒有出聲 繼續看著主球證判角球出來 即是雙重犯錯 雙重錯判 這次這件事裡頭 VAR是睡了覺 什麼都沒有做到 阿仙奴是800 沒有了12碼 反過來 萬成去到下半場 52分鐘 獲得那個12碼 就更加可笑 這個VR上半場 沒有做事 下半場就衝出來判過12碼 但是看電視任何角度 都是拍到 下卡收腳 而小獅華是有足夠的位置通過 他是不用跌的 他又可以落下底線 整個接觸根本不足以導致小獅華倒地 但他都選擇放軟手腳倒地 以不格來說是插水 不吹插水都可以 但是沒有理由給12碼 而這次VR是說要給12碼 他們上半場保持沉默 下半場一開工 就做錯事了 這個有兩聲咳的阿迪達 在家都肯定是罵到更加咳多兩聲 這次的人禍 就完全扭轉了賽事的結果 這兩個最重要的判決都錯了 本來應該是阿仙奴上半場9分鐘會有12碼 下半場萬成不應該有12碼 即是阿仙奴一直領先兩球 後來打少個都好 都是最多輸一顆出去 即是阿仙奴贏 今場 你如今阿仙奴少了一個12碼 又反而給多了一個12碼萬成 球證的判決是把阿仙奴判到由贏 變軌了輸 好可憐 可能有人會說 下卡他真的接觸到小獅華 所以怎樣都應該要給12碼 那我就可以反駁了 好啊 你下半場給12碼萬成 但是根據同一個尺度 既然你這樣的接觸都給12碼的時候 你上半場更加肯定要給12碼阿仙奴 所以上下半場的判決尺度根本就不一致 而如果說上半場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不可以改變 就更加講不通 你半場有15分鐘時間休息 是應該有大把時間給任何一個球證 看上半場9分鐘艾達神踢奧迪加特的畫面 三角角度可以看完他 看完之後所有球證應該開會 溝通得好些 他起碼知道上半場是判錯了 但其實上半場判錯了不要緊 你維持下半場的尺度便可以 你只要球證知道上半場這種接觸 是不給12碼的話 你下半場同類型的接觸 你都不給12碼便可以 你尺度一致都沒有人會說你 踢到飛氣都不給便不給 你全場都不給別人都不敢出聲 但是竟然下半場下卡輕微接觸 就反而12碼 艾達神飛鏟到奧迪加特沒有12碼 這個下卡收腳 這樣的接觸都給12碼 這個尺度只有一口笑 其實主球證本來沒有給12碼萬成 還叫小思華起身 是VAR叫主球證給12碼的 叫他來看電視的 上邊三把口 主球證一把口 就變成主球證唯有聽上邊三把口說 英超的球證收入很高 理論上就不需要無那麼高風險來吹黑哨 所以唯一的解釋 一班球證半場休息15分鐘的時候非常懶惰 他們沒有看上半場9分鐘的接觸 導致他們下半場不懂得調整尺度 其實只要所有球證 這次下半場調整尺度和上半場一致 下半場沒有給12碼萬成 就算有紅牌 阿仙奴最終頂不住 收縮的時候輸過運氣鴨仔球 阿仙奴都只是和1比1不用輸 由此可見 大家真的要敦促 修改球例 改善球例 是要指印球證半場的時候 不准擦腳趾 是要看回所有關鍵判決相關的攝影畫面 研究自己上半場有沒有犯錯 有沒有需要調整下半場的執法尺度 而且看的畫面 是必須要看回所有的角度 所有有得看 你有得可以看的角度 你都必須要去看 不可以看些不看些 事實上阿仙奴去到下半場 本來還是繼續有體能壓迫下去 他們下半場不是收縮 所以下半場來說 阿仙奴一開始的戰術都是適合的 阿仙奴真的被球證毀滅 運氣來講 簡直是黑過蜜豆 好啦 講到這麼久阿仙奴 輪到說回萬城 萬城的體能輸這麼多 其實他們都沒辦法 他們只可以在這裡等 等什麼呢? 在這裡等這個阿仙奴幾時沒有體能 等這個阿仙奴幾時去收縮 不再壓迫 但是等到下半場55分鐘 其實都沒等到 所以萬城雖然是用一個12碼追成1比1 在55分鐘攀成平手 但是當時其實萬城還是有很怕的 都不知道阿仙奴青春風暴可以壓到幾時 所以57分鐘 拿博迪受盡壓迫都差點頂了個球 回到自己的龍門裡面 當時這個萬城還是很亂 只不過真是再幸運 就是撞正阿仙奴更加沒有運 就是58分鐘的時候 這個就是加比爾拿地面王牌 兩王變一紅 阿仙奴屋樓兼逢連夜雨 不可能再壓迫 打少過了 那萬城才定下來 但是即使打多一個人 這個萬城有兩邊進攻 怎麼拉邊都好 都是見到史特寧這個年紀比較大的球員 是不夠衝擊力 就不明白為什麼哥迪奧娜 就不用這個基亞利薯取代他 我明白了 萬城休息時間真的少過四天 被人青春風暴壓迫亂龍都沒辦法 但是哥迪奧娜又自己主動只是做一個換人名額 是自己拿來的 除非這個基亞利薯完全踢不到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應該只用一個換人名額 雖然科登中了招 今天後備席就不多人選擇 但是你經意打多一個人 那你變了可以放膽一點 用一下彭馬都沒所謂 相對來說 阿仙奴有盡力不停調動 所以萬城最終只能贏到運氣鴨仔波 非常之沒有說服力 大家記得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會受到推送 我的頻道才能夠增長到 來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我們會再用足球理論去研究多一個假設 再做個沙盤推演 假設就是如果沒有紅牌 阿仙奴今天沒有打少過 但是球證繼續是初判 繼續是阿仙奴沒有12碼 萬城有12碼的話 到底最後 11個打11個的阿仙奴 都會不會贏到場球呢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阿仙奴今天4231打大戰 踢得好 但是輸了 究竟是好事 還是壞事 記得要去Patreon支持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是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